各位,大家都知道金磚國家增加了會員 其中包括沙達拉伯、伊朗、阿聯誘、阿均廷、埃及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就是非洲的Epiopia 為何會有它呢? 這裏的朋友向大家提出一個解釋 魯伊不是讀歷史的,所以對歷史真的一氣不通 唯有照讀 他就說,找Epiopia來做第一個真真正正的非洲國家 其實埃及也算是非洲國家 但是嚴格來說,非洲下面一大堆國家 都有幾個想加入 為何不選譬如阿朱利亞呢? 他講出有幾個層次 他說,第一,他有1億1600萬人 人樓數目不少 第二,他亦是非洲聯盟的總部所在地 這亦是多得Epiopia在1963年成立了非洲聯盟 這句話說 他這個角度跟歐盟那邊的計劃差不多 另外就是 他是唯一在非洲大陸上 並沒有讓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變成殖民地 這句話說真的這麼厲害 除了一段短短的時間 在1936年至1941年 中間五年左右 就被意大利佔據了 然後在1941到1944年 這三年期間 被英國和美國佔領了一段時間 而一直到18世紀的時候 他阻止了英國繼續把非洲變成殖民地 可以說是1898年 他成為第一個 跟當時的俄羅斯 1898年 那時候是否還叫俄羅斯 因為是Portria 我也不知道 跟俄羅斯訂立了外交關係 這裏有圖 這幅圖顯示到 在非洲的國家 不同的地方 被歐洲國家變成殖民地的地方 深色這塊是Belgium 紫色這塊是法國 這塊是德國 這塊是德國 這塊是Great Britain 這塊是幾塊 這塊是沒有的 這塊也是沒有的 不過這塊是小很多 所以現在是Epiopia 成為了在非洲大陸上的金磚國家 將來這些其他國家 加上金磚國家 相信對非洲來說 將會有一個歷史性的翻身